另外从明年开始 政府则分阶段强制所有自雇人士 参与自雇人士的社会保险计划 并会从送餐员和送货员 以及交通领域开始落实这项新措施 为了减轻自雇人士强制缴纳涉嫌的负担 政府将会扛起80%自雇人士的涉嫌缴纳额 政府计划将关怀大马一家人主妇计划 延长到明年 并通过涉嫌提供额外的保护 每年至少缴纳60令吉公积金的家庭主妇 将获得政府提供的额外奖励 也就是480令吉公积金储蓄和120令吉的涉嫌保险 这细化预料汇集20万名家庭主妇 与此同时透过涉嫌机构 到外州工作的打工组 也将会获得500令吉的津贴 前往沙巴和沙拉越 或从东马来到半岛工作的上班组 则获得1000令吉津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